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要付出不少金钱 不是夸张 这个殡葬行业是值得几亿万年结 长造长有 这个桑市的生意都很竞争 有些大集团就买了些世间的殡仪馆 来控制整个殡仓业的价钱 没说没地 连骨灰龙 很多人都买不起 但是你不用怕 因为它们是很商业化 你可以分其付款 难听些就是 生人霸死地 话说 二宝是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适合退友的地方 它真是如思如画 好像迷李桂林一样 日后我百年归路移民来这里 风凉水冷都挺好环境 大家来时讲一下小姐 讲到生态旅游 二宝是一个最好的目的地 它有山洞 山谷 和温泉等等 如果你有兴趣来二宝逗留几天 不妨来住下 大门罗斯佛道家村 或是这个很贵的 马亚兰Hot Spring Retreat 最近在昆龙喇巴 都有出现个地质景点 叫做 特色Jermaine Eagle Park 基本上以前这里是个彩石墙整 有成65个eggis 它拥有两个很特色的山洞 和湖泊 真是巧合 这一集 我两个姓鹿的好朋友 Danny Luke 和Gary Luke 都有在二宝 那他们就推荐几个地点 叫我来做介绍 都是很合适 事关我为二宝都做了五集美食介绍 搞到现在都没有概念去找新地方 虽然这一集只是有五个介绍 但是每一个介绍都是一个经典 没错 好多人赞我为小贩做介绍 但是有些人认为 明明他们帮衬一些小贩 不需要排队的 一给我们介绍之后 搞到要排长龙 有时都鼓励一些当主起假天 怎么说都好 好吃的东西是需要等 一般拍乌鹰的档口 好极都有限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 就给个like我 分享一下 如果未曾订阅的 就麻烦你订阅啦 多谢你 现在我们来二宝 捐一下那些洞洞 找些未有那么多人发现的美食 第一间美食我要采访的就是 位于达西正面2个8的 建龙谷长江白咖啡 我的大扣真是不说得 再到我们来武雷公那么远 这间餐室只是开了六个月 但是都吸引很多游客 反而本地人就没那么多 吃完这里的食物都不便宜 从外面入到这里 好像两个世界 它的风景真是很远离 当然来到这里 就要参观他们的景点 镜子湖 入场只是4元 穿过这条山洞 就可以看到这个很神奇的湖泊 我们就说回这个餐室 它真是布置到古色古香 又配合到整个环境 很有风味 整个餐厅都很大间 外面就放了很多台灯 但是我们就坐里头 贪它有空调 他们的餐牌都提供很多食物 但是我的大扣就提醒我 这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就不信且 叫很多东西来试一下 例如咖喱面 好像在红烫面 嬸云吞面 椰子饭 三包包 烧面包和咖啡 这个嬸云吞面 不是世界最差的一款 但是都算是很接近 那一款 它的面 还比光仔面 这个咖喱面 都算不错 可惜它们是用了 刚才面 即是很有限 这个椰子饭 都算是放得入口 还有这个散包包 都算是玻璃大限 好彩 这个烧面包真是好吃到没得顶 厚厚的牛油 和多多价应 还有他们的咖啡 真是好香浓 可说的是我在二宝喝过 最正的一杯 当然啦 他们的咖啡 是鼎鼎大名 长江白咖啡的产品 虽然这个牌子 只有34年历史 但是他们已经批发给 很多二宝的茶室 他们的咖啡粉 是创办人姓江的秘方 当然他们也有提供包装的版本 是自己的店铺自卖得到的 街场是卖不到的 在达式座面 喝过他们的咖啡 都不够厚 所以就特意过来这间软店 喝多一杯 不用说 这个咖啡 是一样的好喝 可惜他们的酸面包就没有 特色 最后面的那间那么好吃 我们来到 咖啡 的糖水街 基本上 它是一条夜市的美食街 话名就是糖水街 但是你都可以找到 其他街头美食 举例云吞面 猪肠粉 咖喱面 绿绿 果汁 魷鱼翁菜 米扎花 牛腩粉 和日本拉面等等 其实真是很多食物 反而糖水 只是三四档 这里的座位安排是很自私 一般是要求那一档的美食 只可以坐回那里 我听见一位当主大大声喝他的客户 你叫旁边的糖水过来 我就计你50元Cockage 我觉得这里吃东西 整个感觉是很紧张 话说这里的糖水选择 都不是很丰富 BGA Section 17 一档 就已经多口味过这里整个糖水街 既然来到 我就随便叫一碗绿味和MEC 顺便就打包百果尔米给我的太太 基本上这里的糖水是很一般 事关是不捨得下料 包括这档Nanny叫的蛋茶 连最基本的鸡蛋都未熟得头 来到第二天 我们要早上8点赶来冰鱼港这栋鸡丝河粉 这栋九州阿章鸡丝河粉就很厉害了 一般早上9点半就已经卖了 而且他有限里 只可以买五个打包 这位好商业的当主方先生 只是搬来这个个别店有两年 但是他在九州都经营了三十几年 他的生意这么好 小对手都不行 所以他的儿子和老婆都有出来帮忙 他朋友请多一个员工 我的大扣刚才说他们的鸡丝河粉 是很小的 最好就叫两碗 因为迟些不够后 想叫多碗 有可能卖完的 说你都不信 我们五个人 有叫十碗鸡丝河粉 又包括干拌的口味 其实他们的份量都不是很小啦 好彩那么好吃 吃两碗反而刚刚够 不是夸张 吃过这档鸡丝河粉 我从此不会光顾旧街场那间啦 昨天我个好朋友Garry 有约我和Danny 来这档 位于 Jana Parajurid的流动车吃晚餐 基本上 我是很难在二宝约到Garry 因为他一度周末就一搬回KL 而我多数都是周末来二宝 不过今天是星期四 不说你不知 我所有美食介绍的地址 都是Garry和我做Google link 没他就麻烦啦 这档鸡丝尼河流动车 都经营了五年啦 以前这位当主鸡丝 是在新加坡做ID 自从他的老爸病小 这个乖子就回来 以保照顾他的妈妈 鸡丝是半个Eurasian 个人得他提供的美食 是西餐 他的地方都是他妈妈传给他的 你别看这档小贩 他的餐牌都挺讲究 我们想到吃什么 Bang就介绍我们吃他的烟鸭炒饭 Denorong steak 汉堡包 芝士热狗 还有Carbonara意粉 Bang还私人省碟三文翅 还有他妈妈做的芝士蛋糕 不是车袋炮 这里的美食 每一样都是一流 肯定好吃过很多出名的西餐店 记得用Wiz过来 我们来到Royal Paragolf Club旅途这间 皇家高尔夫吹水站 这间餐室是位于Driving Range的偏难 整个环境很优雅又随便 最方便就是这间餐室 是开给大众 连parking都免费的 这间餐室只是经营了几天 为什么我会走到这里呢 因为以前Danny是个高尔夫球手 给他认识很多Golf Kaki 其中有这一位是零 Handicap的球手Jack Chiu 除了玩高尔夫球 Jack也有做生意 给他在这么漂亮的地点 顶了这间餐室来做 他们的构思是提供健康美食 来配合新一代的食客 刚好他的拍档韦女士 是个营养师 而且对健康饮食 特别有研究 因为他们只是开了几天 餐牌都未曾确定 那这位厨师煮什么 我们就要吃什么 第一道菜就是高尔夫球餐 这个三包鸡是落小盐和小油 但是味道还是没得顶 这里真是有好几个鸡的口味 除了三包鸡 他们都有提供润灯鸡 和黄姜鸡 三个味道都完全不同 但是一样这么好吃 这个炒饭除了蛋 几乎什么都没落 可惨我 我是喜欢他够基本有健康 他们的咖喱面 你可以选择有落椰浆还是没有 我想不到 没有落肉的咖喱面 还能吃到原味 最特色就是这个鸡蛋炒面 真是正到 连我不吃臭豆都吃它 反正他们的饮料都不简单 他们的酸奶饮品 有芒果香蕉 和白香果的口味 最重要就是他们的肉 是自己炮制 为女士说 一般他们用的材料都是自己种 即是organic 没走之前 当主就请我们喝这杯 超排冻咖啡 真是很滑 它一点都不甜 很健康 就好像他们的菜牛 健康得来 但还是很好吃